在这个艺术之家分图下 他的子女童侄儿 至少就热爱美术 这帮年轻的一代 甚至带着家传艺术细胞 托展到澳大利亚和美国 尤其是长子李敏博 至少就跟随父亲学习素描写生 所学到的技艺 对今天他从事影视摄制 起到心愿的影响 今天虽然我生活在澳洲 但我依然很记得在我童年的时候 我父亲对我在美术的啟梦 讲解西洋油画的精髓 从此他打开了我艺术心灵的世界 激令我对美术学习的追求 并且他很耐心地教导我学习素描 让我理解画面的构图取景 明暗分析 虚实比较 比例结构 色彩搭配 透视变化 以及质感的表达 让我画面的构图取景 实际上 在我画的构图取景 我画的构图不一样 你可以画的构图取景 这个构图取景 这是我画的构图取景 后面也有我父亲给我的评语 从我父亲身上所学到的美术知识 令我一生地受勇 在澳洲 這些美術的基礎知識 我不但傳授給我的學生 並且應用到在影視攝製這方面 正確實在 除了學藝之外 我爸爸所寫的書法名言 對我幫助是非常之大的 譬如說 業精於勤 經常鼓勵我要勤勵讀書 知識改變命運 學習成就未來 這些都是不斷激勵我的 每當人生遇到最困難的時候 我就很自然想在爸爸 為我所寫的書法名言 寶見風從莫離出 梅花香至苦寒來 這些書法名言 經常激勵我 鼓勵我去做人做事 要積極上進 不斷學習 所以我從學習西洋鬼話 做到今天所從事的影視製作事業 並在這個領域裡 獲了四個文憑學歷 獲了一些影視的獎狀 甚至得到 奧大利亞住廣州領事館的稱讚 這一切都很感激我爸爸 至少對我的栽培教育所得的結果 不領悠 我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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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身上 我膽了 我膽了 好 你 我膽了 你